因為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 那所有東西課程 從第一次上課 第一次大概4月12號 然後我PO的時間是4月13號 那每一週的話 基本上其實是按照一定的step 你會發現今天已經到了 今天應該是6月14號吧 我們是6月14號 所以上個禮拜的課程都有啦 所以假如說雖然今天課程是最後一次 不過下個禮拜當然也就不要 不要好像課程結束了就算了 然後就開始去追劇或幹嘛的 不然你們就是其實不要追劇嘛 你可以追Python嘛 回去的話 再把第一次上課的範例拿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當然 你可以重點複習一下 比如說你比較不熟的部分 你就先開會聽過之後 然後再把練習 程式部分切記 一定要重新自己打過啦 因為我一直強調 實作其實比怎麼講 你看一些理論 我覺得來的重要太多了 因為做得出來才算是學會啦 因為你說 你講了再多理論 做不出來其實好像感覺是空的吧 尤其像我們這種課程 真的要做 而且要想辦法找一些實際上的案例 然後能夠把它結合 並且能夠做出一些結果 當然如果你野心大一點的話 甚至可以做出一個專題 做一個專案出來 當然未來 甚至你可以把它商業化 其實這次實際上是真的可以拿來 做一些商業模式的有沒有 然後你也可以計價的 只是說你那個東西要是真的 是大家需要的 然後呢 大家願意花這個費用 實際上一定是可行的啦 只是說你要去思考說 到底目前大家對於城市上面的需求 在哪個方向 那有沒有一個套餐式的 比如說每個企業都需要 那當然我可以把它包裝一下 最後呢 可以給它一個價格 那當然其實這是一種Service嘛 OK 那這個Service的話呢 其實慢慢這個 我想需求其實還蠻大的啦 那今天的話呢 那也許我們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 稍微回顧一下 然後呢 最後也許 因為今天最後是上課啦 所以我想喔 把那個重點喔 基本上把那個爬蟲的部分結尾 然後最後的話 有一點時間 我們再講一些 可能會圖部分啦 MathPriLab 把它那個圖的部分 不過可能時間上也許不太夠 我大概把一些重點稍微提一下 那基本上所有的講義 都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假如說 你有些地方我可能你想知道 但是我沒講到的話 那請各位自行再到雲端上面 去參考我雲端白板上面的講義 至於相關的就是講義裡面喔 當然如果沒有上到課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我一直提到就是說 你可以喔 把那個章節的關鍵名稱複製 貼到YouTube上面去喔 那理論上應該就會找到我之前上課的影片了 OK 其實基本上我上面所有的講義內容 都已經上過課了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啦 你想要知道 比如說後面沒有講到的部分 你就把那個標題啦 複製貼上 你會發現應該都會有答案的 OK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大家回顧一下喔 主要的話呢 就是 把那個 下載匯率的歷史資料喔 做一個複習啦 也就是說呢 當然下載我們要request.get 下載之後的話呢 最重要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喔 怎麼用繪製圖表 繪製圖表的話呢 我們是用那個 maxprilab 繪製什麼呢 折線圖 那折線圖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部分喔 就是你必須要提供給它兩個串列 那一個串列的話是x軸 一個串列是y軸 有沒有 水平跟垂直啦 水平的話 基本上就是時間 垂直的話就是匯率 有沒有 那我們當然就抓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日期 一個欄位就是美元 美元對台幣的匯率 有沒有 其實啊 這個歷史資料喔 匯率的歷史喔 其實資料好像不只兩個欄位 它有11個欄位 那我們只有抓那個 美元對台幣的匯率 那並且呢 把它匯製成 所謂的折線圖 OK 其實蠻簡單 你會發現喔 匯製最後可以把它輸出 而且甚至可以把它存成一個圖檔 那未來當然呢 不只可以畫單一個啦 你可以畫多個喔 都不是什麼問題 OK 那最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用什麼呢 用Pandas 存成Excel 所以上個禮拜喔 基本上呢 課程內容喔 其實算已經是偏難了 而且用到幾個很重要 而且在Python裡面喔 這個重量級的一些套件 包含就是怎麼樣 繪製圖 用那個MassPryLab 畫折線圖 另外的話呢 用那個Pandas 存Excel檔案 那怎麼樣存Excel檔案 上面還記得吧 其實我們主要是參考那個第七章 所以第七個單元裡面就是 使用Pandas 處理Excel的試算表 OK 所以假設喔 以後如果你想要把 在Python裡面 做完的處理喔 你要把它存成Excel 基本上呢 就是看 上個禮拜的那個單元 其實基本上就OK 第七個單元裡面重點就是 主要啦 你如果要把它存成Excel 最重要就是說 你需要把它變成一個DataFrame DataFrame的話呢 總共的話 其實需要有三個方面的資料 第一個資料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Data 先把畫面切一下好了 第一個的話呢 有沒有 這個其實 上禮拜講 DataFrame 基本上就是這一塊 第一個就是Data 第二個的話 就Index 第三個的話 就Colens 有沒有 所以喔 三個東西 這個是E 這個是二 這個是三 那只要給這三個東西 把它變成DataFrame 這樣的話 就可以轉成為Excel了 OK 所以喔 最後的話呢 把它變成DataFrame之後的話 我們再利用這個物件 叫DataFrame物件 裡面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個 ToExcel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給它一個Excel的檔案 這樣就輸出了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讀Excel的話 其實就把Tool 改成Read就可以了 叫ReadExcel 然後後面的話呢 給它檔案入鏡 而且它讀進來的話 特別重要 讀進來就是一樣 會幫你把它讀到DataFrame 所以如果你要做處理的話 你就要針對那個DataFrame 做處理就可以了 OK 那至於喔 其他的那個相關的東西 其實底下我當然相關說明 包含就是官方的說明 不過這個都是英文版 那如果簡體中文版這邊也有 至於呢 DataFrame有哪些操作 包含就是說你要做什麼 做排序 做資料的選取 做篩選 其實這些方法呢 在Excel裡面都有啦 只是Excel就是一個按鈕 按下去排序就排了 有沒有 你如果要選資料就選 很簡單 用滑鼠鍵盤就可以完成 但是在Python裡面比較麻煩的 你一律都要用程式來完成 而且你要知道用哪個語法 用哪個方法 對應給它什麼樣的參數 才可以獲得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啦 這個其實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去把這些東西熟悉 不管就是這樣 那你不會怎麼辦 官方都有一些 查詢的資料啦 那只是說最 花時間的 其實還是查怎麼樣做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其實也是我查出來的 只是我花了很多力氣 把每個東西 本來不太熟悉的 把它整理了一下 這些其實都是去查的 我也沒有參考別的書 反正就做做看 缺什麼去查 查來把它試做看看 有問題 沒關係 再看一下哪些問題 把那個問題解決了 這樣就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 不過外務是這樣 所以上個禮拜的那個 第一個 這個存成Excel 請各位看第七個單元 這邊其實大家也有提到 用Pandas 除了說可以針對Excel之外 還可以針對CSV 那裡面的話 如果說你要toExcel的話 需要額外安裝一個 OpenPyXL的模組 安裝方法 好像這邊有提到 方法其實也蠻容易的啦 我想另外可能各位 慢慢也要學會怎麼樣去安裝 在Python預設的這個套件裡面 沒有裝的 你以後要學會怎麼樣去安裝 在Python裡面缺的 包含套件跟模組 你要怎麼樣裝 裝的方法其實你會發現 有固定的做法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語法 前面基本上都一樣 後面的話呢 只要給它你缺的那個模組名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裝下來 理論上99%都OK啦 只是說你要學習 自己要下指令 這個也是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不過你說麻煩倒也還好啦 反正就是把它熟悉就OK了 也說真的 你用DOS 可是就記這幾個 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複製貼上總會吧 所以這個資料 你只要把它保留下來 以後找得到 可以複製貼上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嘛 也沒有人說 叫你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其實說真的 這樣每個人要把它背起來 也是為難大家 就算他事情這麼多 然後時間記這麼多 所以有時候 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還是會把它放在 我比較好找的地方 因為我現在習慣用雲端 OK所以呢 你們也可以參考啦 當然有些人還是習慣用紙本 沒關係 你就是把它寫在紙本 你以後找得到就OK了 只是說我現在用紙本有個缺點 說真的 每次上班要找那個紙本 有時候丟啊丟丟 不見了 完蛋了 明明已經寫了 但他問找不到 完蛋了 找不到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 如果你是進到雲端的話 好處就是說 你隨時打開都有了 而且如果實在找不到 你用搜尋的 有時候搜尋 搜尋搜尋的到 甚至我發現 Google的相簿 現在還可以搜尋搜尋圖片 圖片裡面的文字 他都可以幫你找 他其實裡面已經幫你做 怎麼樣 用AI先幫你辨識好了 也就是說 你要找 什麼關係 像有些時候拍照 照照這麼多 像我的相片都幾萬個 說你怎麼找 有時候輸入那個關鍵 居然找到了 比如說有些什麼 保證書 打個保證 保證居然找出來了 護照有沒有 打個護照 護照都出來了 這還蠻方便的 另外的話 他還做那個 除了文字辨識之後 他人臉辨識都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以前像那個小朋友的 從小到大的紀錄 像Google相簿 現在點一下 他會有一個人臉 你點 比如說點我女兒的 我女兒從小到大 他人臉 奇怪 他都可以知道說 這個照片是我女兒的照片 不過他會做學習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跳出來 這個人跟那個人 是不是同一個人 你要說 這個是同一個人 他以後就幫你把它分類在同一個 其實AI就做這個事情 就幫你做分類 所以其實在AI裡面應用最廣泛的 就是做影像辨識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影像辨識 他以前作業員 不知道要看這個有沒有差錯 哪個地方有錯誤的 要挑出來 可是現在用影像辨識就好了 你就拍個照 甚至不用拍照 攝影機一照 然後你有一個影像辨識 先確定幾個地方重點 檢查一下 有問題的話 你把那個不良的東西挑出來 這樣嘛 根本就不需要找一個 人就可以放在那個真的很需要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發現很多地方 AI好像這部分用得非常廣泛 大大的節省人力 而且基本上可以24小時不休息 因為人要休息 但這機器不用休息 甚至有些無人工廠 甚至連燈都不用開 因為裡面根本沒有人 無人工廠 所以這樣的話 其實很多自動化作業 就可以達到效率高 而且不需要人力 因為現在最花錢的部分 企業裡面最多是人事經費 所以如果可以不請人的話 那其實可以省掉很多地方 不過你要怎麼樣可以把 Python AI跟這個效率提高這件事情 也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 變出一個東西出來 那就是有價值的 OK 那這個當然你們可以去思考 我覺得如果你往這個方向思考 我覺得絕對是有它的需求的 然後呢 將那個匯率存存 也是這個剛剛講過 另外的話就是有複習Json 解析Json 那Json這個部分其實 上禮拜講過啦 就是API 那API裡面 Json裡面 大瓜糊不外糊就是結合字典 中瓜糊就是結合串列 那怎麼樣把這個關係 解析在一起 然後可以把你需要的資料 找到之後 並且存成Excel OK 這個其實很重要 不過我相信 難度已經非常高了 所以上個禮拜 或上上禮拜的課程 可能你這個禮拜呢 如果沒有時間複習的話 那可能還是需要再額外找時間 去把它完成 所以 那另外的話 還有我有再提到 因為剛好同學問到 買Seql的部分 所以我有跟各位講 有些東西我們如果沒有時間講 那我在雲端上面 是有放一些補充資料的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講義部分再看一下 那如果有些細節不太清楚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 切上那個關鍵字 我之前上過的課程 其實就跳出來了 當然買Seql 其實用它的地方太多了 那不是只有在那個Python 你那個Excel 可不可以跟買Seql結合 可以啊 你可以把Excel資料丟過去 而且買Seql它好處就是免費 你知道在公司電腦裡面裝一台 大家都可以把資料丟過去 就可以做到資料的共享的目的了 而且其實不會太難 這個可能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試玩玩看看 那當然資料庫的好處就是說 你在處理大量資料的時候 其實都相當的需要了 不過其實說真的 如果資料不多 用Seql倒也是蠻好的 其他的話還有講到有關那個 就是像Jackson的其他的這個範例 那今天的話 因為最後我們要再來看有關就是Excel 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看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 我是取那個 取這個好了 台北市 你們找一下那個0601裡面的 第31頁的地方 31頁裡面這邊有一個叫U-bike的那個Excel 那主要點擊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是 新北市所提供的那個就是U-bike的系統 的開放資料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提供的就是說哪一個站點 目前呢有多少車 就是哪一個 多少車可以借 多少車可以停等等 還有像什麼GPS的相關坐標 不過有些我們不需要 我們可以把它剔除 那其中的話 那如果你想要練習 它這邊提供的只有CSV 可是你想說老師 你不是要練習XML嗎 特別注意喔 其實開放資料 除了 它預設提供給的答案格式之外 你可以看到 在檢視資料裡面 它底下呢其實也有提供 隱藏版的資料格式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Jason 所以如果 不是有Jason 另外有XML 如果說呢我想要把這個CSV 把它變成XML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直接呢按滑鼠右鍵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複製連結網址 那這個網址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XML 它所在的網路位置在哪裡 OK 不過如果你用滑鼠 你用右鍵 它是會有這個網址的複製 但是如果你點左鍵的話 它會下載 所以你會發現下載下來 就是一個XML檔案 如果我把它打開的話 它可能會找不到用哪個開 要不然就是說 它會用 它會用那個 IE瀏覽機開 那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XML的格式 其實有點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樹 樹狀結構 不過它打開 或者你如果假設它打開 沒有正確開啟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按滑鼠右鍵 你可以用那個Nord配++打開 Nord配++7也可以開 只是說你會發現 Nord配開起來之後 真的慘不忍睹 為什麼 因為完全看不懂 這什麼結構 有沒有 基本上如果說 你想要更簡單的去 知道它的結構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有點像跟那個傑森 的那個道理一樣 在傑森裡面 其實有那個什麼 傑森 online的那個editor 後來我同樣的方式 我在那個 就是在上面其實 XML其實也有個 online的一個版本 在這裡 所以你們在第幾頁 第27頁這邊 也有個 online的版本 你一樣的方法 這個online的版本 你可以把我們剛剛 這個資料 Ctrl-C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一樣把它Ctrl-V 貼到這個地方 它會幫你把它的結構 把它轉換出來 不過一樣會需要一點時間 貼上之後有沒有 應該什麼 你會發現這邊就是結構 它XML tree 一棵樹 外面是一個物件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table table table底下就會有列 roll的話就列 總共的話有這麼多列 它從0開始 所以底下的話 總共到多少 100 到99 所以等於是100 底下還有更多 資料太多了 那基本上的話 這棵樹裡面的架構 就會馬上顯示出來 但是如果你直接看這個資料 我看你會看到分檔 如果你假設 你不喜歡看這些資料這樣 有一點讓你的眼睛受傷的話 你就把它Ctrl A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剛剛講的這個 叫做Edit 其實就是Online的版本 Online的XML版本 你會發現貼上之後 它的右邊就會是長一棵樹 帶一個object的一棵樹 裡面的結構就馬上跑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原來它這個物件 裡面就有一個表格 表格裡面有列 列裡面的話有這麼多列 那列裡面有藍 藍的話總共有14藍 14藍裡面各放什麼 它這個是什麼 放這個 第一個是 它這個是編號 第二藍 第三藍 第四藍 你可以分別把它打開 你就知道它的結構了 那有知道這個結構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把我需要的藍給取出來 看最後去的處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做一個複習 那應該滿花時間的 不過下個禮拜因為已經結束課程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真的在這個花一點時間 從頭再重新練習過 甚至的話 最好可以活學活用 找一個工作上會用到 比如說Python處理完之後 怎麼存成Excel 怎麼樣做一些折線圖的繪斥 然後再處理Jetson檔案的部分 還可以再花一點時間練習 甚至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MySQL給架設起來 MySQL我講過幾乎懶人包 懶人包很簡單 你就是RUN起來 然後就是會IP位置 然後就可以在裡面建Table 然後你就可以建Database 建資料庫 然後建Table 然後建欄位 一樣可以透過這個遠端的方式 就是把資料寫到MySQL裡面 所以這個問題先試試看 待會的話我們就是 第一個 如何把XM先做處理 處理的方法怎麼處理 待會我們再來做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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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